历远大而来真是辛苦了 今天晚上再帮你接风吧 我只是个先头部队 三日后 你伯父和你弟弟 带领大军入城 到那个时候再接风不迟 云时那个逆贼怎么样了 咱们挥军而下 怎么就没听到蜀兵的消息呢 是这样的 之前有探子报错情报 云时根本就没有跟李桓 串通起兵 反而他现在只身离开了蜀地 不知道行踪何处 所以这次爹爹和伯父 可能白来了一趟 难得我们方家能聚守一堂 算白走了一趟 对啊 可以跟爹爹相聚天伦 当然是好事 只是云时并没有起兵 那爹爹和伯父带着大兵 入京 恐怕会让朝臣们猜疑 本宫也难以交代啊 不如这样爹爹 你先回去带着大批兵马 在城外主扎 然后等伯父 还有方氏入宫之后 我们见一个面 再带大军回城 那可是最好不过了 乖乖女儿啊 方家 向节度使借来的大军 风尘普普而来 未得犒赏 你就让他们回去 这怎么说得过去呢 爹爹说得也对 女儿怎么可以让将领 空手而归呢 爹爹 那他们想要什么犒赏 不如爹爹帮忙斟酌一下 女儿去筹备 一定只多不会少 你别三言两语 就把我们给打发走了 那爹爹 还想要什么呢 你待皇上 临朝听政 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未免也太辛苦了 与其日夜操劳 还不如把国事 交给师儿打理 这样的话 你也可以安心地继续 去照顾你的皇上 这不是两全之策吗 爹爹言下之意是 让你的弟弟当皇帝 现在皇上卧病在床 不认识 本公怎么可以替皇上 让位给方氏 就算本公 提出这样的要求来 你认为 群臣们 他们会同意吗 这还不简单 如今皇上昏迷不醒 如果他一命呜虎 这个政事就由娘娘做主了 到时候啊 你就向外声称 把地位 擅让给 保锦地基 也就是你的地体方氏 保锦地基 原来这阵子 民间流传 保锦地基 是个男儿之身 都是你在作怪 这不是方便了女儿 你擅让吗 而且方氏也可以名正言顺地 当上皇帝 只要你能点点头啊 纵然改朝换代 你依然是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 而且还会是兵不血刃 唯一牺牲的 就是你那个 遗情别恋的 皇帝而已 好 夫子父还在 到时候 我还可以面首三千 夜夜升歌 跟爹爹女人 争养难闯 是不是 是 我可是你爹爹 你就好好地想想吧 一定要 让自己建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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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 来 末驾皇民鄧参见皇后娘娘 皇都督远征而归辛苦了 皇都督应该听说了 如今本宫爹地方凌远 和本宫的伯父方林静 已经率领大军进入京城 对付那个叛贼云石 可是现在无仗可打 他们拒绝班师离京 照本宫看 他们造反之心 昭然若揭 本宫再三思量 觉得朝廷之中 除了皇都督一人之外 没有人可以制衡方家的兵力 所以本宫决定 将京中三万大军 与你统领 驱逐他们离京 希望可以马到成功 虽然他们是本宫的亲人 可是为了保住皇上的江山 本宫不惜大义灭清 绝不姑息 恕难从命 为什么 娘娘 本已削去末将的兵权 陷进出尔反尔 令末将无所适从 皇都督 当日在朝廷之上 本宫确实过于激进 没有考虑周权 可是现在 诏书仍然没有盖印 请都督放心好了 日后一定会交还兵权 娘娘 如今皇上仍在 末将只能听命皇上一人 娘娘可以削取末将的兵权 但不能命令末将举兵 请娘娘恕罪 夫妻伟优优独播剧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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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